大家好 我是咪咪 我是咪媽 今天我們要說的故事是 小布隆東我們是微生物 細菌病毒與真菌小小 世界裡的大知識 今天的故事要開始囉 哦 這裡有好多的 細菌家族的人物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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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要開始囉 哈囉 這是毛毛 毛毛是個微生物 毛毛很小 非常小 超級宇宙無敵小 不管你的視力有多好 你多麼用力的看 你還是沒辦法 直接用眼睛看到它 毛毛就在這個小點上 這裡 哈囉 你可以跟它握個手嗎 毛毛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從前從前 有一個小布隆東的微生物誕生了 那個時候 世界上還沒有恐龍 沒有蟑螂 沒有花 沒有樹 只有一大片海 小布隆東的微生物 一直生活在地球上 一天一天過去了 地球上的生物 小布隆東 越來越多 小布隆東家族也 越來越大 經過幾十一年以後 人類 終於出現了 小布隆東的微生物們 和人類 還有許許多多的動物 植物們 一起生活在地球上 哈囉 我是毛毛 我剛剛看到你的手指頭上 玩了一下 什麼 你沒發現我 哎呀 我實在是太小了 想要看到我 你必須用一個很厲害的工具 叫做顯微鏡 我是球球 球球也是個微生物 它本來住在你的手指頭上 現在跟著毛毛 一起來到這本書上了 顯微鏡是一個超級神奇的放大鏡 從顯微鏡的鏡頭看進去 東西會看起來比原來大 好幾百倍 好幾千倍 所以你才能看見小布隆東們 現在你知道怎麼看到我了 那讓我來介紹一下 我的親戚朋友吧 我在地球上 有超級多的兄弟姐妹 跟一大堆的親戚 你看 我們小布隆東家族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種類呢 我們是原生物 原生生物 我們是藻類 我們是真菌 我們是細菌 毛毛是大腸桿菌 它看起來像有著長尾巴的小香腸 全身還長滿了細毛 它可是微生物世界的超級巨星 因為大腸桿菌 長得很快又容易培養 所以成為科學家們最愛的實驗工具 好多毛毛的朋友 每天在實驗室裡 辛勤地工作 幫助人類解答各式各樣的問題 球球是黃金葡萄球菌 它長得圓滾滾的 總是喜歡和朋友黏在一起 它們看起來就像一串串的葡萄 這裡有古菌跟病毒 你們發現了嗎 我們小布隆東生物和你們不一樣 我們沒有手也沒有腳 沒有眼睛也沒有鼻子 你們 我們也沒有像植物一樣的樹根或是樹葉 各個小布隆東家族 有的看起來沒什麼差別 有的卻是長得大大的不同呢 我們小歸小 但是我們並不是都長得一樣大 就好像在動物的世界裡 有巨無霸的大象 也有很迷你的小老鼠一樣 微生物世界裡也是有大有小的哦 大家看看大腸桿菌 比病毒 流行性感冒 黃金葡萄球菌 氏菌體跟酵母菌 大家是不是都長得不一樣大呢 咦 這個長得好像我哟 那就是你呀 毛毛和球球的細菌家族 長得比病毒家族大好幾倍 但是又比真菌 藻類 還有原生動物家族小很多很多 那例如說這個酵母菌 如果把它縮小成這個樣子 乒乓 看看 是不是 感覺又變成小螞蟻跟大象的差異啦 更厲害的是 我們小布隆東可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家族 大大我都搞不清楚到底在這個地球上有多少個我們 如果把地球上所有微生物的重量全部加在一起 會比地球上所有人類加在一起還要重一千倍 沒錯一千倍 就跟你說我們很厲害吧 而且 我們比森林裡的樹還要多 比海洋裡的魚還要多 比宇宙裡的星星還要多 比如說 你知道一撮泥土裡面可能有多達十億個微生物 哦 那是多少 好我們一起來數一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哦 我得停下來了 因為即使你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睡覺 數完十一個微生物 要花超過三十年的時間 哦 我的天 三十年 你都是個大人了 可能你都有小孩了 在隨便一個小小地方 我們的數量都是多的嚇人 在你媽媽的手機上 大約有 二十五萬個微生物唷 我也來數一數 一六三八五十 蛤 我在數什麼呀 其實 那大概是一整本這麼厚的書 每一頁都是密密麻麻的微生物哦 我知道 聽起來挺不可思議的 但是我們小布隆東 可不只是生活在剛剛那些地方 找一找 還有哪裡可以找到我們呢 我們住在森林裡 沙漠裡 雪地裡 火山裡 小溪裡 最深最深的大海裡 嗯 我呢 我在哪裡啊 這個是四寒冰冰 他最 四寒俊冰冰 他最喜歡住在很冷很冷的地方 像是北極的雪裡 或是冰裡 越冷他越開心 而這個是四樂俊 暖暖姑婆 他最愛住在深海裡的火山 或是滾燙的熱泉裡 越熱他越舒服 其實在地球上的地球的陸地上 海洋裡 空氣中 世界上的各個角落 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地方 都能找到我們微生物 例如 你的家裡 呵呵 我猜 你現在應該坐著吧 也許你坐在椅子上 沙發上 地板上 床上 還是媽媽身上 喔不 你不會是坐在浴缸裡吧 不管你坐在哪裡 你的小屁屁 都壓在好多好多 我的朋友身上 唉呦 可以請你站起來做個運動嗎 深呼吸 來 跟我一起 吸氣 欸 喂 球球 那是你嗎 雖然你看不見 但其實你周圍的空氣中 飄著好多微生物 他們經常隨著呼吸 靜靜出出你的鼻孔 啊 看來你吸得太用力 不小心把毛毛跟球球 還有一個新朋友也吸進來了 嘿 原來是大牙 它們沒菌袍子 就像是植物的種子一樣 如果大牙掉到你的麵包 或是水果上 它就會在你的食物上 長出一片 綠綠黑黑的菌絲森林 有時候 你家裡的浴室牆壁上長出的 黑黑的小點點 也是大牙的傑作喔 這是大牙 大牙是黴菌包子 它也是微生物 但它不是細菌 它是真菌 比細菌大好幾倍 包子包子 我是一個包子 不不不 不是吃的那個包子啦 是包子 我們先別管大牙了 這裡實在太黑了 嗯 能拜託你送我們回書上好嗎 請你用力吐氣 呼 呼 終於回來了 謝謝你 不過其實大牙的真菌家族 並不是只會搞破壞而已 比如說 像母菌泡泡先生 他最愛做麵包跟饅頭 還有米菊菌黑黑小姐 醬油就是他做的唷 我們姓菌家族裡 也有好多大廚 我的朋友小優 是乳酸菌 他是做起司跟優格的高手 醋酸菌醋醋 最愛把果汁變成酸溜溜的水果醋 咕嚕咕嚕 說到吃我都餓了 我們小布隆東 愛吃的食物可多了 植物 動物 泥土 鹽石 石油 塑膠 還有臭乎乎的垃圾 誒 說真的 要不是我們微生物 這麼努力的吃個不停 不斷的把大東西分解成小東西 地球上早就堆滿亂七八糟的髒東西啦 這是細菌焦焦 他平常沒事就在啃塑膠 嗚 香噴噴的垃圾最好吃了 垃圾 垃圾 我要吃垃圾 另外這是柿油菌小油 最愛把油膩膩的石油當飲料喝喔 不只這樣 我還有好多神奇的朋友們 他們最喜歡住在動物植物身上 甚至他們的身體裡面 他們會做的事情可是超多的呢 例如 這是真菌 鮮鮮小解和纖維分解菌 萎萎 他們住在牛的胃裡 幫忙牛消化草裡的纖維素喔 我們會消化食物 這是固炭菌小N 他喜歡住在植物的根細胞裡 專門把空氣中的蛋 變成營養的食物給植物吸收 我們會製造养分 這是細菌小沃 他住在昆蟲的身體裡面 保護昆蟲不受病毒的攻擊 我們會抵抗疾病 這是發光菌小光 他住在這可愛的屋賊身體裡 每到晚上就會跟他的兄弟姐妹們 聚在屋賊的身體裡一起發光 我們會發光 空氣空氣 空氣空氣 我要吃空氣 有一些我的朋友 還會變成閃閃發亮的手電筒唷 還有更多西奇古怪有著瘋狂本力的小布隆東們 讓我們來揭曉本年度小布隆東超級進氣榜 得獎的是小布隆東超級進氣榜 最耐強酸第一名 四酸菌酸酸奶奶 他只喜歡待在又熱又酸的地方 愛吃重鹹第一名 濕鹽菌鹽巴爺爺 他整天都泡在超級鹹的鹽水湖裡 哪兒也不去 抗輻射第一名 抗輻射菌小福 這傢伙靠著超強的修復功能 再強的輻射破壞也不怕 製造氧氣第一名 藍綠菌波波 他整天都在做日光玉 然後不停的噗噗噗塗氧氣 黏性最強第一名 細菌黏黏 有著秘密武器 超強黏膠 比三秒膠還要黏 最有磁性第一名 驅磁細菌磁磁 他肚子裡裝著一串圓滾滾又超有磁性的小磁鐵球 最會放電第一名 產電菌小N 他喜歡住在有很多基礎的地方 沒事就到處亂放電 打擊壞菌第一名 青梅菌刷刷小姐 他做的抗生素 專門幫你在生病時候 擊退那些討人厭的細菌 是人類的好朋友 水 水 水 好多水 啊 是你的口水噴到我們了啦 嘿 嘿 這個小不點是什麼東西 什麼小不點 你在說你自己嗎 呦呼 我是比寶 真不敢相信 超級驚奇榜 竟然沒有我們病毒家族 啊 這怎麼行 讓我來自我介紹 我是比病毒 我們病毒家族 是小不隆東裡的小不點 因為我們實在太小了 小到沒辦法自己獨立生活 所以總是生活在其他生物的身體裡 猫猫 你身上有蟲子 什麼 走開走開 不要過來 哈哈 那是 氏菌體肥寶 它也是病毒 我們病毒不只寄生在動物 植物這些大的生物身上 有些我的朋友們 還喜歡跑到細菌的身體裡 然後找機會 製造更多的自己 有時候一不小心 就害大家生病了 嘿 真是抱歉啊 討厭 快點走開啦 我還有正事要做呢 還好沒事 接下來 我得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噓 你可以靠過來一點嗎 這個天大的秘密就是 我喜歡你 喔 別這樣嘛 一個愛的抱抱 我們最喜歡抱抱的對巴比寶 我比較喜歡親親 嗯啊 抱抱抱抱 我要抱抱 不只我喜歡你 還有我的大姨婆 大舅媽 表哥表弟 超級遠房親戚 好多我們小布隆東家族成員 都超級喜歡你的 我們就住在你的頭髮上 睫毛上 鼻子裡 嘴巴裡 手指頭上 還有腳指頭上 你的全身上下 不過我們最愛的還是 待在你的小肚肚裡啦 真的 我們現在就要在你身上 開Party咯 喔 你身上暖呼呼的 好舒服啊 Party Party 我要Party 喔 拜託千萬不要尖叫 哇喔 身體裡面這麼多菌啊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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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體就像是一個大星球 到處都是我們微生物的家 像毛毛這樣的大腸菌 平常最喜歡住在動物溫暖的腸道中 他們會幫忙製造一些你平常吃不到的養分 還可以幫你對抗其他有害的病菌喔 我也很喜歡住在你暖呼呼的便便裡 咦 丑丑 你怎麼了 我好像正在長大 大部分的細菌家族成員都跟毛毛和丑丑一樣 是用長大再分裂的方式來繁衍 每種小布隆東分裂的速度都不太一樣 毛毛和丑丑大約每半個小時就可以分裂一次 有得則長得超級慢 原來球球正在分裂 我們微生物開心的時候 會一直長大一直長大 耶 我長大了 我再也不是小布點了 接著 突然咔嚓 把自己分成兩半 只有這麼簡單從一變成兩個了 嗯 怎麼又變小了 呼呼 你是誰 怎麼長得跟我一模一樣 然後 兩個變四個 四個變八個 八個變十六個 十六個變三十二個 三十二個變六十四個 一下子就能變出好多好多小布隆東寶寶 啊 危險 事情有點失去控制了 球球似乎分裂的太快了 一旦球球全面入侵你的身體 他會在你的身體到處丟下像小炸彈一樣的毒素 啊 你會生病的 快 呼叫你身上的超級英雄來拯救你 平常像球球這樣的細菌會被你的皮膚盔甲擋在外面 其實沒辦法害你生病 他一定是不小心跑到你的傷口裡了 呼叫呼叫 超級免疫戰士 在你身體裡有好多免疫小戰士 他們專門幫你擊退頑皮的小布隆東寶寶蛋鬼 呼啊 嘻哈 啾噗 啊 呃 好險得救了 難怪大人們總是在你吃東西閒大喊 有細菌 快去洗手 這邊有這些細菌病毒的通緝名單 鼻寶害人感冒 諾寶害人呕吐 紅毛先生害人皮膚癢 甜甜害人素牙 捲捲害人肚子痛 流寶害人發燒 嗯 這樣說其實有點不公平 不只是我們細菌 還有像鼻寶一樣的病毒 跟大牙一樣的真菌 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微生物都會害你生病的 愛做怪的小布隆東們 最容易從嘴巴 鼻子 眼睛 還有傷口 進入你的身體裡 我們特別喜歡利用你的手 來旅行 還會趁你說話 打噴嚏 咳嗽和親一下的時候 跑到另一個人身上 我們會坐船 坐車 坐捷運 還會坐飛機 我們就是愛到處趴趴走 有些小布隆東壞蛋們 還會住在其他昆蟲身上 住在不乾淨的食物或水裡 他們也會透過蚊蟲 叮咬或是污染的食物 跑進你的身體裡搗蛋喔 雖然我們微生物大多時候都是人類的好朋友 但是有時候你真的得小心 如果微生物在你的身上到處攻擊 嗯 事情可能會變得很糟糕的 所以 下次聽到媽媽說 去洗手的時候 你還是應該乖乖去洗手 還有 下次聽到媽媽說 去刷牙的時候 你也應該乖乖聽話 去刷牙 嘿 在你洗手之前 千萬別忘了把我們放回樹上去 下水道可是個很可怕的地方 我可不想再去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囉 那我們把它放回樹上吧 嘿 點回去 你把那個細菌點回去 這裡還有古菌家族 真菌家族 以及 病毒家族的成員 喔好多喔 小布隆東 我們是微生物 真菌病毒 細菌病毒 與真菌小小世界的大知識 今天的故事就是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故事 大家下次見囉 好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幫我們按讚喔 掰不 掰不 打個節目 咖啡 小鈴匙 會要按讚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